我是他爸爸 我就叫他把他屁股打一打 愛之聲期許也很深 對於自家總座林之成 丟水瓶事件延燒 老闆蔡明忠表示 要公事公辦 捐助給臺灣發展基層的籃球運動 老董當眾宣布計中罰 林之成在旁眉吭聲 回顧六月十號 他因為不滿富邦球員 連連遭裁判判犯規 犯而朝廠內丟止水瓶 而遭到處罰 畢竟公司形象利益都要鼓 明年有機會挑戰 你去罰10元嗎 我最希望說 每股可以退罰10元 每天都做夢罰10塊 最好富邦也罰10塊 去年臺灣大合併營收 1722億創新高 每股盈於3.91元 宣布配發現金股率4.3元 配發率超過100% 殖利率更破4% 至於臺灣之星合併案進度 蔡明忠表示 臺台病今年初已獲NCC核准 雙方董事會也通過新的換股比例 就等公平會與證交所核准 你們每次都希望我跟他鬥嘴 雙方董事會都通過換股比例的調整 而且是我忘了講說 都是在非常和樂的氣氛之下 和樂的氣氛之下 那同業對我們任何救教 我們都虛心接受 我們早期談好了 和另外一家看到我們要重新再談 這都很有趣 徐旭東蔡明忠老對手再度隔空喊話 而目前遠傳亞太的元亞病 公平會已經正式受理 預估端午廉價前會有消息傳出 兩大電信業拼合併速度 大老闆爭鋒同樣互不相讓 靜新聞我要聽黃貴瑋採訪報告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